在Google Map里面要看到地图的 在手机上要看到地图 这件事情你可能要做好几个动作 你才有办法完成 那开发者部分的话 这地方呢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就建一个App 就是My Map 我的地图OK 那我的地图上方的话 放一个Text View 下面就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地图 我要让它秀的 秀在这里 不过呢 秀地图部分的话 在我们的元件库里面 元件里面是找不到 我们要额外自己写 要另外写一个View 这个View的话呢 是专门放那个地图用的 所以这个部分要额外写 我们来看一下 那首先的话 怎么样来建立 第一个你要必须申请一个 Google Map的API Key OK 那早期的话呢 是V1的版本 V1的版本直接申请就可以用了 但是V2的版本 它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如果你使用量 小于一定的数字 数字的话 它会是免费 但是如果你高于某个数字 某个量的话呢 它会是要付费的 那其他的API也是有类似 就是说你要使用它API的话 也是一样 会有必须要charge费用的可能 所以呢 这个地方当然也是Google 它的一个策略 另外就是说呢 你要使用Google Map的话 你的手机里面 一定要有Google Play的Service Google PlayService 最简单的辨识就是说你在那个 程式级里面能不能看到Google Play 如果你没有办法看到Google Play 很抱歉 你不能run 所以有些那个山寨机 好像应该各位不知道 有没有买过那种山寨机 买回来的时候是没有Google Play的 你必须额外再安装 或者是说人家帮你破解好了 那是额外安装 所以在那个Google模拟器里面 你也是没有办法去run地图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Google Play的Service 那网路上有一些方法 你可以额外再安装 我以为是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 太麻烦了 run完之后 再把它载进去 那速度上也很慢 所以最后呢 我发现 看是用17好了 而且刚好我们这边环境也不太允许 我要run的环境 一定也要是那个4点X的模拟器 我光看到那个画面 可能要等很久 我干脆我把它直接run在手机上给你们看好了 这样会比较直接一些些 那当然你们可以用其他方法 像那个早上提供那个叫Genimotion 那个也可以 网路上也提供 就是你建好之后 你也可以在里面灌那个Google Play 也不会有问题 也有人用那样去Try 也OK 方法很多 OK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怎么样申请 那个Google Map的key 那申请Google Map的key之前 各位要先知道你的一个叫SHA1的一个 就一个key 这个key的部分的话 你必须要先复制起来 复制 那特别注意就在哪个位置 特别重要就在你的任何的Eclipse里面 你就是在视窗里面 有个叫 应该是 refinish 里面或想要设定里面 找到有一个选项 在Enjoy里面展开之后 会有个叫Build的这个 里面呢就会有个叫SHA1的这个 这个key 那这个key的话 你要先把它复制起来 那因为每一台电脑的key都不一样 所以呢你换一台电脑之后特别重要 你比如说你这边申请好之后 你回到家之后 你要让你要再run那个你的专案的时候 记得又要再重新修改 所以非常麻烦 你这个key有沒有 你换一台电脑 又要再重新改 也就是说你这个专案在这里 可以看得到地图 但是呢 如果你回家之后 你又看不到地图 为什么 因为你的key又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怎么样 要去修改 那你会发现 哇 搞得真麻烦 以前不用这个 以前的话 那也是很麻烦 不过至少感觉上 比较简单一些些 但是所以会有些人 干脆就不要用这个方法 直接用什么 用网页的方式去传送什么 传送参数 也是一样可以看到地图 所以 当然这部分的话 有很多种做法 那这种做法是SDK里面 你就 如果你要用Google Map 你一定要这样做 那把这个key 给复制起来 复制好之后的话 接下来要到哪里呢 特别至于到那个 call.google.com这个网址 里面的话会有个createquadget 那我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你是第一次 进到里面的话 里面基本上 会是你要重新再 再创建一下 但是你会发现 他那个网页 很奇妙一点 就是说每个月都在改变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们买的书 有没有 几个月前买的书 他是长这样 整个月之后的画面 位置就不一样 call.google.com 点进去 这个developers.com 点google.com 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他有个叫 往下找 各位可以看到 有个叫 这个叫做 developers.console 这里点进去 developers.console 所以点进来的话 那进来的部分 也许你们的画面是英文的 因为可能我有设语系 那里面的话 第一个各位可以看到 什么 专案 寄费 帐号设定 基本上你可以在这边 我看一下 应该是这个api project 你把它点击进来 api project 点击进来之后的话 那另外底下 有个叫api 与验证的选项 把这个把它点击开来 api与验证 也就是说 现在google把所有的api 你要存取的话 都包装在这里 他预设的话 就是你的账号 如果你要成为开发人员的话 当然第一个你要login进去 好像我印象中 是不是前面有一个login的动作 你确定你是开发者的账号 那开发者账号 跟一般账号不太一样 一般账号没有开发的这个权限 那你必须好像我印象中 是我已经有做过 你们等一下如果进来的话 可能他会问你一些什么条款之类的吧 让你成为开发者 那进来之后一样 会到这个专案里面 有一个叫API语验证 里面有个API 那各位可以看到 预设我这边已经有开了 那各位可以找一下Google开头 因为它这个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其中有一个是Google Map Enjoy API V2的版本 它预设是什么呢 是关闭哦 请你把它怎么样 点下开启 类似像下面 本来是关闭 你把它变成开启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的话 如果你开启之后 他会把它放在最上面 就是排序有没有 会放在上面 我开的都在上面 是这一个 Google Map Enjoy API V2 那点击进去之后的话 我们如果要产生一个新的凭证的话 特别是点进去 这边有个叫做凭证 有没有 凭证点击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个什么呢 公开API存取 有没有 那如果你要新增一个key的话 特别是要建立一个新的钥匙 点击进来 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选 这边说 这边凭证 第一个你API先开 第二个你要先建立一个新的凭证 第三个要选哪一个呢 Enjoy 不要选错了 这地方 而且每一本书画面不一样 这个画面 跟之前的画面 书上的画面也不一样 所以你们可以看 那本书里面画面 又长得跟这个不一样 那你又看黄兵华的书上面 也长得不一样 以后可能在下个月 画面也不一样 不过重点就是 反正就申请key 你只要记得什么 Enjoy金钥 或只要Enjoykey 或之类的 就OK了 好 所以常常都在找找找找位置 不过只要知道就好了 好啊 这样来的话 特别注意哦 接下来我们刚刚不是有那个 SHA1的这个凭证文码 对不对 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它底下会有个红色字 特别注意后面请你给它一个分号 后面 特别注意 常常有同学会做错 分号之后呢 后面请你给它一个 就是你的package的名称 比如说我们将来建package 他问我们有没有 新建一个专业的时候 不是会有我们package的name 对不对 特别特别特别注意 那个名称 一定要跟分号后面的要 一模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话 地图无法显示 特别注意哦 很多人就是 没有把这个地方注意 所以奇怪 奇怪 怎么怎么run 他以为把那个 这个SHA1的贴上去就搞定了 没有 所以这边的话 比如说我名称叫 com.tary 好了 类似像这样 那以后你建的那个名称 就要跟这个长一模一样哦 一个字错都不行 只要插一个字 或者后面你还多一个什么东西 只要不一样 你的地图就无法显示了 所以等一下 可能会有很多同学做 没有办法马上看到地图 就应该跟这个很有关系 OK 但是如果你只要照着我的步骤做 保证一定看得到地图 因为网络上我看过 有人真的try了半个月 还看不到地图 对 OK 你们自己可以看一下 这个之前讨论 讨论区里面很多很多 一堆问题 尤其是V1转V2 突然整个傻眼了 没办法 这个他也是策略性的 你要使用他的东西 你就要follow他的规则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就不要用他的 不要用Google地图 你还能用什么呢 OK 对不对 好像 能够跟他竞争的 大概对手没几个 像之前Apple本来要把Google地图 从他的 从他的iOS里面拿掉 结果不行 结果 负责AppleMap的那个 那个专案的专案长 好像就被fire掉了 因为他什么 比如说今天那个 机场跑到别的地方去 或者什么东西 有没有 或者是3D的地图 跑得乱七八糟的 OK 那这里的话特别注意 贴上之后 后面记得要是套件名称 按建立 建立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金钥 就会出现在这里了 那你们看一下 这个上面有没有 一个叫API金钥 有没有 后面就有这个key了 那这个key就是将来 我们要贴到什么 贴到Google Map里面 要给他一个value 一个metadata里面的key 这个key的话 也不能复制 插一个字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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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硬的 他不是说今天你错了 他还可以给你看到一半 没有什么都没有 OK 然后启用日期 时间上应该OK 他会看一下 因为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建立好了 主要是要拿这个key 这个key 等一下要复制 好 这个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做什么 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key 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也不太一样 不过你只要记得就是 就大概是凭证这个地方 新建一下 第一个 建好之后的话 还没完成 要把on变off 这个画面 那可能你们等一下 遇到有那个同不同意的画面 反正就一定同意就对了 OK 然后on off 然后s 刚刚我这边设定 那他如果是英文的画面 也许叫做create new 一个anjoykey 大概是这样的画面 这是旧版的 填上那个sh a1 然后后面加一个套件名称 好 那这样的话就取得他 OK大概是这样 那第二个是说 你要确定一下 你有没有安装这个google play service 有没有打勾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印象中 我这个环境是已经装好了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让一下 这边有一个叫 enjoy sdk manager 那我前面讲过 不要乱装 像那个什么adt adt的那个不要update 一update就完蛋了 没事千万不要装 没有把握 你不要动这个环境 上面这边有没有update update 不要乱update update之后就挂了 OK 好 那我们可以往下卷动 确定一个东西 有没有google play 如果有的话 有update 你也不要去update 反正有就好了 有就可以了 你不要去update OK 那确定有 那就可以把它关掉 其他不要管 我是建议你没有把握 不要去乱动 如果你乱动了之后 你的那个 障碍上面都出现红色的 你环境也不要搞了 你就把这个环境 删掉 重新解一次就好了 真的 因为你要搞这个环境 会没完没了的 除非你有把握 不然的话 我是建议你不要浪费时间在这里 真的 因为不会有 不会有好下场的 太浪费时间了 真的 搞环境永远搞不完的一天 因为你可能要install 又要把un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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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干脆砍掉重来 所以后来同学问我 我都这样讲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这是 这是血类的经验 OK 好 因为我们的重点 并不是在搞环境 重点是在开发 OK 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开发环境就好了 但是外面的改变太大了 所以你暂时不用去理会它 除非说它 有什么新的版本release出来再说了 所以你先确定一件事情 你的Google Play有没有打勾 有打勾你就关闭了 就不要去弄了 OK 也不要去update 除非说你另外一个版本 你有把握了 你再玩一下 OK 那第一个 第二个之后的话 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再来就是把它打勾 install之后 再来就是说 我要贿赂什么呢 贿赂Google Play的这个专案 到我的工作区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它当成是一个library 一个韩式库 因为这个韩式库 将来必须套在我们的专案上面 把它当成一个外部呼叫library 然后呢 你才可以去执行Google Map这个服务 所以没有它Google Map的服务 就没办法启动 那我们要怎么贿赂 把它当成是一个程式库 把它贿赂呢 特别注意 再来就是我们要在档案里面贿赂 那贿赂的地方特别注意 请各位看一下 一般我们是从外部 汇入那个光碟里面的专案 是又从这边 如果我们要汇入的是Google Play Service的话 请各位找这个 Android里面有个叫做什么 Is this the Android Core 有没有 Into Workspace 这个选项 然后你把它按下一步 接下来的话去哪边找呢 浏览一下 请你找到 因为我这个是Android的 Eclipse的4.22的版本 我是放在低碟底下 低碟底下有一个是 Eclipse的4.22这个 那我的那个SDK是放在哪里的 Android SDK再展开来 展开来之后的话 有一个Google 再展开来 展开来之后 有一个Google 再展开来 展开来之后 有个Google Play Service 再展开来 应该到了 就是找到Library这个 里面是不是有个什么 有个Library 叫什么 Google Play Service 后面有个什么 L Lib就是Lib 韩式库 就找到它 特别 你也不要太前面 你也不要太后面 就只有它而已 OK 那我们应该记得吧 你就记一个关键就是在哪里 在我们的Android SDK里面的Etrace 里面找Google Google里面有个Google Place 找到这个 有没有 按确定就可以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有一个而已 你不要一箱 那就错了 记得就是一个而已 然后按一个Copy into Workspace 把它Call过来 按完成 这个时候的话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 这里就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Google Play Service 这个韩式库 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它当专案 那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Library 韩式库 我们可以去呼叫它的 只要在这个工作区里面的专案 都可以呼叫它 那你会想说 它跟其他的专案有什么不一样 汇入之后 请你按右键 右键内容之后的话 右键内容 各位可以看到 它跟其他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的Library这边有没有 有打勾 其他的专案有没有打勾 其他的专案没有打勾 其他的专案没有打勾 也就是说它是什么 IsLibrary 一就是说它是专案 它也是一个韩式库 所以我们要呼叫它的话 就没有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 OK 那大概是讲到这里 所以请各位第一步 好 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一先到那个Google的这个网站 我一般记得是call.google.com 然后你找到那个developers的console console里面的话 当然他会问你要不要同意 你就同意 记得就是建立一个新的金钥就对了 OK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到这里面 去再去 就把这个汇入进来 大概这样子 汇入的地方 我想各位特别注意 就是从汇入里面的那个extrax里面去找一下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那刚刚做的动作 只是开头而已 还没看到地图 只是开头而已 不过其实你这一串弄完之后 应该就OK了 所以我看这里面其实都在烤记忆力 这里面太多动作了 不过还好了 你多做几次应该就不会忘了 所以我来教你们这个东西 我来教我们的帮助 好